好主 马上带来关心0214路艇 翻覆意外协商的最新情形 协商将在明天登场 而地点就是在这里 也就是金门的金湖饭店 而这个协商会在 7月30号的上午9点登场 结束之后 双方如果签约顺利 会开一个简单的记者会 在这之后会移往这个殡仪馆 来进行简单的公祭 马上再来先稍早访问 明天9点 大概10点我们会 会对外宣布 好不好 然后我们再过来这边 是 说明完了就直接过来 对 对对 然后 表定时间 对基本上是10点半 表定10点半 然后廖楼港是12点 目前只能报告到这边 谢谢 副主长请问明天会有记者会之类的吗 对外说明 明天是在深層昌饭店 如果顺利签署结束之后 会简单跟各位报告 谢谢 好那我们可以听到双方在今天是先到现场来进行场看 希望明天的谈判以及协商都可以一切顺利 明天协商的预计会达成五大共识 其中是包含将这个陆方的罹难者遗体送回中国 以及这个渔船也会送回中国 另外还有这个慰问金的部分 据了解这个金额是高达台币的680万元 而双方呢其实今天也是低调 并没有对外做出太多的回应 把一切都留到明天的记者会 再来一并对外说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